毛五认为读懂小说的秘密通道 不在于字里行间 而在于作者的生平八卦 换句话说 一个作家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 取决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呢 这本书里的十位流明轻史的作家 毛五可不仅仅是坐在书斋里 随便写了几句评论 他简直是作家里的狗仔队 到处寻访翻阅这些作家的私生活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讲出来有根有据 不知道呢就承认是猜想 比如包法利夫人作者弗罗拜 本质上呢是一个悲观厌世的人 他观察世界的眼光阴郁而愤慨 所以啊他的小说里没什么好人 都是些卑鄙贪婪之徒 弗罗拜的写作没有超越自己的性格 但也因此变得精彩 根据毛五的考证 弗罗拜1821年出生在法国里昂 一个富裕且受人尊敬的家庭 父亲是医院院长 弗罗拜正常的成长着 但他不怎么爱动 读书很多感性而富于幻想 内心呢常会觉得十分的孤独 他十岁就进了中学 那个时候呢 法国是浪漫主义思潮的巅峰 厌世是一种时髦 弗罗拜的同学当中啊 有人开枪自杀 有人用领带上吊 但毛母认为呢 弗罗拜的厌世情绪主要 还是源于他的个人经历 15岁的时候 弗罗拜跟家人度假 遇到了一名有夫之夫 伊丽莎 这个人让他爱慕了一辈子 但从来都是拒绝他的 弗罗拜跟其他女性的关系 也不大顺利 唯一真爱的姐姐呢 掀她而去 弗罗拜最后几年是十分的孤独 朋友寥寥无几 在外面喝醉了酒 还都得磨破桑去接她 在爱上那个有夫之夫 伊丽莎35年之后 对方的丈夫去世了 弗罗拜才给她写出了 第一封情书 这时候啊 两个人都已经很老了 见面的情景 十分的气腕动人 他们后来又见过一两次 再后来呢 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弗罗拜去世之后一年 她的朋友 在一所精神病院门口 见到一名女病人 正是弗罗拜 爱得长久 又爱得如此徒劳的伊丽莎 另一件对弗罗拜 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 是23岁的时候 有天晚上 没有任何的预兆 弗罗拜突然只觉得 眼前有一片 让人晕眩的光亮 随后就像一块石头那样 滚到了马车底板上 等她醒过来呢 发现自己满身是血 家人已经在为她做放血治疗 此后呢 她常年服药 不抽烟 不吃肉 但仍然会有浑身 痙攣的症状 视觉和听觉 也都出了毛病 毛母认为 那就是癫痫 但是别人有的说 是什么 异想性痙攣 毛母就挖苦说 这么说的人啊 大概是她认为 癫痫病人这种称呼 多少会减弱 一位杰出作家作品的价值吧 情感上的不如意 加上身体变差 弗洛拜头脑当中有许多的小说构思 但最后呢 大多就成了模糊的计划 没有付诸实施 30岁就已经脑门变突 大肤偏偏 很可能是抵抗病症使用的镇静剂 破坏了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也令弗洛拜变成了一个极不宽容的人 毛母呢 也在这里写道 说 愚蠢是她不能容忍的 而是快气 平庸的人 日常琐事等 皆令她感到愤怒 她毫无怜悯心 亦无慈爱心 自她成年以后 她全然是个病人 同时又饱受因自己疾病而自卑的折磨 她有些神经质 伴随着持续的烦躁不安 她极端偏狭 她是个浪漫主义者 却害怕成为浪漫主义者 她挫折而愤懒 在《包法利夫人》这篇 篇幅达到五百页的小说情节当中 她向我们展示了许多人物 除了拉里耶尔医生 这个次要人物之外 其他的人 基本上都是不可救药的 毛母概括他们呢 是卑劣 吝啬 愚蠢 猥琐 庸俗 这样的人 世上的确很多 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如此 很难想象一个市政里 不管多小 竟然会没有一个明智善良 而且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这只能说明啊 弗洛拜经过反复考虑 打算在小说当中展示一群庸俗不堪的人 并且为他们庸俗的本性和糟糕的处境 设计一连串事件 他的高明在于呢 一连串异常琐碎的事情当中啊 每一件都是新鲜的 没有一件是重复的 你不感到厌倦是因为读到的描写始终是新鲜的 关于小说的情节 齐赫夫说过 普通人并不会跑到北极从冰川上摔下来 他们去的是办公室 跟老婆吵架 喝白菜汤 毛母认为 有时候人们确实去北极经历历险 但现实主义作家的任务 就是从凡人身上挖掘出非凡的东西 优秀作家的笔下 喝白菜汤就跟摔下冰山一样 会成为关键时刻 弗洛拜十分清楚这些 要写一部展现庸人的小说 有落入枯燥乏味中去的风险 唯有用优美的文体 才能克服题材的悲琐和人物的粗笔 他要求自己在同一页上 不可以出现两个相同的词 避免使用搬运 所以他的法语极其优美 一个字也删改不了 弗洛拜常说 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弗洛拜自己也是在不切实际的幻想 与人间现实的不如意当中拉扯的 大多数人纵然有幻想 也会因为太理智 太胆小 不去冒风险 包法利夫人却是个例外 大胆的活在幻想当中 毛母也毫不留情的对包法利夫人当中 不合情理的部分冷嘲热讽 比如说包法利先生的死亡 毛母说 当时他还处于盛年 身体健壮 能够解释他死掉的唯一理由 就是在经过55个月的辛苦写作之后 弗洛拜想要收笔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